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铁路公安方面的一个领导 就说黄牛党 但咱们都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了 说黄牛党是怎么买票的 他们基本上是反复排队 这样他们来买票 后来人家网上有亲身经历的人 听了之后就不干了 说如果要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歌颂黄牛党 人家日以继夜的 为了我们能买票 这么排这么排 再者说我今天排队 我排第一名我都没买到票 黄牛党排第一名 就现在这个事闹的 好像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好像普遍的 收到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 电视里采访 都说好啊 有了实名制我们就好买票了 我看到都是这样 但网上好像得到的反应 好像是说解决不了问题 你知道他们的招 人家都说出来了 这个黄牛党啊 牛到什么程度啊 有一种先进的机器啊 叫做这个电话追播器 电话追加器 你让他给你订票 他这个电话啊 不停的拨 不停的拨 就是就一个号码 他一直这么拨 所以他总能给你抢到票 然后呢 让你到售票窗口去拿票 所以甚至有人说啊 有的人拿了票 你给不给黄牛党钱 就都看你良心了 什么招都有 光美是不是 没有买火车票的问题 所以没这个体会 但我有买飞机票的问题 今年可能要打破 我自己离家工作 十几年的记录 就是回不了家过年了 怎么买不到机票 买不到机票是一个问题 然后后来也是因为工作的安排 今年要进剧组 然后他们告诉我说 要拍到年三十 但是我们中午就让你走哦 但是还有票吗 当然不可能 回不去了 肯定回不去了 我的天哪 但是那个那些高速铁路 现在是不满座 是吧 因为票价太贵 是吧 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新闻 我记得广美刚才还跟我说 是怎么说 一个什么高速铁路 还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实施了实名制之后呢 那可能一下子 这些黄牛们这个措手不及吧 然后就一辆 应该可以在一千多人的一辆 从深圳开出的列车 车上只坐了一百 一百名乘客 因为可能名字什么都对不上 或者是票没有卖出去 你说的是高速的 还是一般的火车 应该就是一般 第一班实名制的火车 那一班起了效果了 起了不是起了效果 人家现在怀疑 为什么控那么多 没有啊 现在所以现在网上 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 叫请不到假 请啊 对对对 人家问他们说 为什么会车上控这么多人 他们说 因为这些人买了票之后 但是请不到假 所以回不了家 说几千人 同时叫做 所以现在有个时髦的词 叫被请不到假 他的解释 但是私下里人家怀疑 当然我不 我觉得啊 铁路部门也很辛苦 可是我不能不承认 很多反正是民间的怀疑 是指向铁路部门 就是说你们内部 有没有跟这个黄牛党勾结 你们有没有把这个票源 给拿走一大块 到底有没有这种事情 反正是有人在说 所以有人不是讲 还还讲那么一段子吗 说这个听人电台点歌 说我也想点一首歌 送给那个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 说你点什么 说我点陈小春的 算你狠 这表达一种民间的一种 至少是猜疑 但是我们有证据吗 现在中国的这个民间的这个这种非法的这种犯罪集团啊 或者说你也说他犯罪也许太重了 就这种一他的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 一部分他是跟执法部门联合获得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惩罚实在是很轻 比方说我们整天 我无数次反反复复可以收到这样的短信 就是说你在沃尔玛消费了八千块了 你的你的什么卡刚用了多少钱了 你们知道过吧 就长 我开始第一次我还傻乎乎来到警 还到公安局去呢 还问了 被他们笑了一通 说这种太多了 还有冒充说他是迎联卡的什么保卫部的什么什么 总之是冒充警方冒充商业机构冒充什么东西 还有说你还最常见的是说你把钱打进这个户口吧 收到过没有对吧 我现在换号码了 什么什么把钱打进户口 就是大量的诈骗吧 这种说严重就在诈骗 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说 这个那个手机那个电讯局啊 采取措施要把这些东西跟黄段子一起 你发几百个就停机 你看到有有有个消息吧 看到这个消息我就有两层困惑了 第一层困惑就是对于黄段子他们是怎么界定的 标准是怎么样 是否群群怎么来说 是否是有次序的检查大家的私隐 比方说他要他要检查你们的黄段子 他要检查你们的内容 有没有侵犯公民的私隐权 这个我已经是一个问题的 我们可以料到的 但是私隐权呢 我插你一句 我现在觉得深圳公民的私隐权 有一个案例 我今天看报纸数的严重侵犯 就现在就是五百块钱买深圳一个小区 所有住家的这个电话 什么住址信息门牌号码 然后这个国土资源部门就是出来就是讲 绝不是从我们这泄露出去的 那是从哪涉猎出去的 这是多少 那是千家万户啊 这个这个隐私信息全都可以卖 他你房子刚搬进去还没装修呢 你就会收到一大堆装修公司的广告 很多有这样的情况 小孩还没出生呢 各种各样的奶粉啊 以及什么托管啊 那些信息都来了 你看这不都是信息外泄吗 这些信息外泄从社会上来讲 就是你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商业机构或者政府机构 你的信息 转到了人家私人的牟利的集团手里 那这是讲复杂话 讲生动话呢 说不就是老公转到老婆手里 很多人就是你 你你你男的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 那我老婆就顺便开这个公司嘛 他就可以赚这个钱嘛 对不对 我我我我老公是这个 呃或者倒过来 我老婆是这个福音医院的 我是个领导 那我的亲属要是办一个奶粉公司的话 他当然在这里拿到 拿到信息了 不我话讲 刚才没讲完就是说 如果黄段子是一回事 但是另外那些所谓犯罪 比方说我刚才讲那个诈骗 嗯 这个诈骗哈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很重很重的 因为尤其是他冒充执法机构 嗯 比方他冒充什么派出所警察什么什么 中国对这种惩罚非常轻非常轻 真是非常轻 他只是停机 所以我对停机这个事情啊 我非常大的一个困惑 嗯 因为为什么停机这个事情困惑啊 如果他是违法的 你停机就放过了他了 你又切断了追查他的罪证集团的证据了 你等于是轻放 如果他没有违法 那你就滥用职权了 你违法了 我我我甚至回想到 比方说假如在文革时间我们打电话 有人在电话里说反动话 比方说有人说江青真讨厌 江青这个人怎么不好 那个时候这是反动话 电话会立刻停掉吗 不会的 嗯 会让你接着打 电话公司是没有权利停掉你的话的 嗯 什么人能停掉你的话 要公安局监听 监听完了发现你这个反革命了 他也不停你的电话 他直接上你家里把你抓起来了 嗯 什么时候会 今天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说 哦你发一黄段子 你发一什么票证的收据 没有法律制裁 只是停掉你的手机功能 我觉得这里边好多东西乱了 但这个问题是这个消息的真假 我还没看到什么什么事 我我是你看到的 是有有一个广东省那个通讯管理局的副局长 反正吧 现在这个事儿 什么是合法 什么是这个非法 有的时候啊 你也说不太清楚 咱就是说 大家对于这个 这部门那部门 有种种的这个质疑 其实这个部门自己啊 也吓得跟孙子似的 你知道吗 他 他对于你一旦有个什么反应 他的这个决策 我跟你讲什么事 最近 就是咱还说这个春运这个事 你看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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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我给你们看一个照片 就是 哦 对 在东莞 你知道吗 这几天说这个网友啊 同情东莞这个车站的站长和书记被免职的啊 那个帖子顶的18层楼高 因为有这个照片 你再看下一张 就是说东莞站台上的这个工作人员呢 铁路工作人员 协助这个乘客啊 塞到这个 从窗户里塞进去 因为门已经堵死了 是吧 那个是一个过站车 只有四分钟的时间 根本就不可能来不及 让所有的乘客下车上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爬窗户 所以就有一些 他们有人算吗 就说四分钟的时间 1500人挤上这个火车 说有个站台的工作人员 是看着流眼泪啊 就看他们上不了车着急 所以这么推 但是呢照片在网上传播开以后 那么铁路部门的 他这个领导吧 大概看见 觉得对我们形象不好 把他免职 但是这一免职呢 反倒惹起网上的人的同情 说人家这种 实在是有同情心啊 这个送温暖啊 这个铁路工作人员 你现在就是这个现状吗 他协助你塞到窗户里 典型的情侣反冲突 咱们接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再给你们播报一个春运的段子啊 段子啊 据 据官方通讯社报道 滞留在广州火车站的60万农民工 开始从广州集体步行 他们组成了山东团湖南团安徽团四川团等等军团 准备向大自然发起挑战 向生理极限发起挑战 步行回家过年 据估计 这一长征将需要四个月时间 中央领导获悉后 决定将5月1日更改为春节 好让大家能及时过上年 真有两个大学生步行 真是 真是 有两个大学生步行了 忘了多少时间 三个礼拜还是一个月之间 就是回家 两个大学生 好像从武汉什么地方走到 就类似像广东这样很远的地方 你可以查一下 真是 结果网民的反应也还是两种 有一些说好 90后的 没吃过苦 就这样走走让他们好 就是他们好事 他们另外也有些人说 我这个家里天天走 哪会跑出去宣传的 现在走点路都要让人家知道 今天中午的新闻联播 还看到台湾也在宣导 因为台湾也有春运的问题 因为它只有一条南北纵观线 要不开车 要不坐火车 火车贵 开车又塞车 怎么办 他们就说骑自行车 他们真的阻了 但是你要想到南北也才400多公里 你真的不用到五一 不用到五一 咱们能不能过个低碳的春节 号召全国人民都步行回家 中国这个问题 有没有黄牛党或者铁路部门有什么问题 可能都有 但是他毕竟有一个搬运人口 他们就讲 说是这个 梭马里 不不不不 梭马里了 海地发生地震 说是听说中国救援队第一个赶到现场 奥巴马很生气 责问美军司令 为什么中国的那么快 美军司令说 我们只有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中国人不同 他们每年春节都要搬运三亿人口 从海南搬到黑龙江 等于一次世界大战 他们这方面的效率惊人 我中国的这个春节 现在想想 真是有时候仔细想想 这个很吊诡顶吊诡的现象了 就是说什么呢 中国人的春节是大家都知道 非常功利化的一个节 以前农村社会一年到头了 结账还债 然后春节碰到的都是跟钱有关发财 对不对 这个祝福 放鞭炮 总之是一个非常是世界各种各样的节日里边 最功利化 直接跟钱有关的 用符号来表达发财的这么一个节 可是 为了表达这个祝愿 为了表达发财 实际上花去的钱 不得了 真够强 就是因为以前中国的总量小 现在的中国现在33万亿的 这个GDP 所以现在如果谁做一下统计的话 中国春节 说 停工啊 运输啊 庆祝啊 所有这些花费啊 差不多等于一个小国家的总产制了 现在 中等国家的总产制都去掉了 已经 现在听说网上啊 就已经有那个就回不去的 估计也不愿意再费得劲了 回不去的单身男女们 自己这个组织春节派对 互相勾连 说正好呃 国庆节不是国庆节 春节晚上还是情人节呢 说咱们一起凑一凑 来个party 那搞搞这种小部落啊 问过一个民工 我问过个民工 每个月就在深圳两三千块钱的 我说你要回家一次要多少钱 他要一万块 啊 不至于吧 他家住哪啊 就湖南乡下 乡下 乡下 为什么呢 他要给父母钱啊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说你给父母钱 你就算不回去 你也得给啊 他说会少一点 你过年的时候要多一点 还有啊 他说你亲戚亲戚啊 所有乡下的人亲戚多嘛 你跑去 你都因为他们都是你到外面打工的 都算是有钱的 所以你回去 你不给你男为情的 而且这是他一年到头 也是一个工作的动力 就回家可以拍拍 还有红包啊 红包最少小孩都是一百块一个 那小孩上百个 各种各样的亲戚 那是几十个是随着去的 所以你想想 所以一个他在这里辛辛苦苦生活 一年工作 最后活一次年 就是一年的真的一个经济大结算 哎呦 一万块钱 这是非常具体 他派给我所有的 这些 而且呢 这个年年都有 我今天看这个这个手机短新闻啊 又又出现了 就是说 在特别拥挤的火车上啊 人会 小偷 不仅是小偷 小偷不用说了 你说最近中国有个商机啊 就卖给民工那个内裤 能藏钱的那个内裤 我就说啊 有发精神病的 今天有一个从昆明到北京吧 这个火车上 一对小夫妻 大概是太拥挤了 突然间产生幻觉 持斗 劫持 旅客 幸亏最后什么处理 到 这个造型是 我这一对小夫妻 看这个人 就不想要 我们下一次 看这个人 的 这一对小夫妻 就不想要 这一对小夫妻 就不想要 我这一对小夫妻 那一对小夫妻 我这一对小夫妻 就不想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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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